中华国小射箭队成绩优异 今年获得中华民国射箭协会推荐代表台湾 参加美国的国际邀请赛 这项消息让全校时辰非常振奋 不过校方表示 因为选手大部分都是在弱势家庭 经费庞大不容易筹挫 代表团的教练和选手11个人 估计要234万元才可以成行 期盼社会各界可以挹注参赛旅费 让小朋友们能够议员国手梦为国争光 而市长威嘉燕得知这项讯息 也来到了学校 表示愿意协助来筹募金贝 中华国小射箭队一直以来 都是全国锦标赛的常胜军 今年更以优异成绩 获得中华民国射箭协会 推荐代表台湾参加美国国际邀请赛 射箭这个反取功的部分 它是属于奥运的正式的项目 所以每一年我们射箭有两个主要的赛事 一个十月份在中正大学的一个总统杯 然后我们花莲这几年推展得很好 所以在三月份有一个青年杯 是在花莲的育里 中华民国射箭协会它会推荐 就这两个全国赛事前两名的队伍 可以到美国去参赛 这两年刚好我们孩子们很帮忙 老师也很努力 孩子也很争气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获得要求 出国比赛机会难得 但是面临庞大的旅费压力 校方只好展开募款活动 市长魏家彦等知这项讯息也表示 会向友好的社团企业来劝目 帮助孩子们可以圆梦 我们一大早后 就到了中华国小的射箭队 那我们得知他们要出国比赛 那碍于经费的一些问题 那特别前往了解 那我们也会 我也会募集一下 我们所有的要出去的一些经费 跟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是企业 我们希望有那么好的机会 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去比赛 而且这可以成为他人生中的一种历练 那我想花园市的孩子都很棒 不管各项的体育活动 我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目前距离成团的旅费 还有70万元的缺口 想帮助小选手的善心企业社团 可以向中华国小来洽询捐助的方式 借旅会欢事报道